主線平台來做 你要把話聽完嘛 如果說大家都這麼主觀 我剛剛講的 如果都不聽大家的意見 報告主席 是你主觀還是我主觀 我剛剛已經選擇不發言了 但是你讓我說 必須要在方案推翻掉第二方案 等於三分之二通過 才可以推翻到第二方案 我歡迎大家發言 我歡迎大家發言 但是我們發言總是要有一個方向 一個也算有可能 我一個提議 我們表決 遷移或者不遷移 都超過三分之二就通過 可以吧 我我我我我可以 可不可以代替主席 請大家認為說這個案子合不合一 只要合一的話 就當上這個舉手都可以 方案二表決 不是方案二表決 就是表決 要不要移或不移 超過三分之二才可以做決定 這是意識規則 不是意識規則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討論 一直有它的延續跟基礎 上一次聚焦在三個方案 這就是你今天 來又冒出第四個方案 那第四個方案 你要去做這樣的一個表決 那待會下一次還有人翻案說 我不承認 我要來第六個方案表決 這就是今天你要去主持會議 我們大家必須要有一個共同的方式來思考 對不對 就說今天 我也不是沒有主持會議 今天方案三個 三個 你就要推這個第四個方案 這是我剛才提的重點 我們聚焦在方案二 因為大家如果接受 它是現在不滿意 但是是一個最佳的方案 那來說聚焦它這樣一個探討 有什麼錯 但是你今天要提一個第四方案說 猜或不猜來做表決 那個跟原來的方案都在裡面嘛 那你要提第四個方案 那可以啊 就沒完沒了啊 方案二是不是就是表示要遷移 是嗎 對 方案二就是遷移 那我們就來表決沒關係啦 如果大家認為是可以接受遷移 那就遷移嘛 那依照我們這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組織準則第七條第一項 出席委員三分證以上同意就可以了 這樣可能就是比較依照這個 這個